这间客栈很好 为了让病人得到休息 他们要了一间上房 所谓上房 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正房是客人住 旁边有两个房间提供给客人的随从 另有马房在后院 欧阳暖将正房让给了林元新 自己和洪玉去了偏房 另一间给了欧阳爵和贺兰图 欧阳暖叫来客栈小厮 礼貌问道 这里有煎药的地方吗 那小厮回答道 有的 我替小姐煎药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来 你替我把东西拿过来就行了 欧阳暖转身建了房 小心地把贺兰图扶起来 慢慢为她把茶喝下 贺兰图此时已经有些清醒了 她常常出口气 感觉舒服多了 声音也清晰起来 谢谢 真正要说谢谢的人 是我们才对 若是没有你 我和表姐早死在秦王手里了 欧阳暖含笑道 她突然觉得 其实贺兰图是什么人都已经不重要了 她肯为一个承诺豁出命去 自然不会是恶人 如今她对她的来历依旧好奇 却也不会再去探寻 除非她自己想说 午后的阳光洒满整个院子 此刻已经雨过天晴 刚刚发生过的凶险 仿佛是一场噩梦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欧阳暖坐在窗前 不由得又想起了在京都的生活 如今 时宜是亿 当中发生过那么多事 荣华富贵 在她心里已经很淡了 仿佛天上的流云 渐渐地就四丧开去 消失不见 只是她仍旧担忧着亲人的安危 外祖母 大公主 大舅母 和表哥他们 秦王谋反 大公主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一旦两方敌对 大公主一定会有危险 过了好一会儿 红玉说药好了 欧阳暖才回过神来 两人努力把贺兰图扶起来 为她把药喝了 这种时候 也顾不得男女大方 欧阳暖没有故作姿态 伸出手探了探她头上的温度 觉得依旧很烫 便担心道 你伤得这样严重 怎么能瞒着我们 赫兰图失笑道 我没有瞒你们 原以为是不打紧的 你又不是神仙 怎么会不打紧 欧阳暖也笑了 便将他放下去躺着 温柔地说 我叫他们替你 盛点粥来 你也要吃些东西 赫兰图点点头 萧崇华说得没错 任何人和欧阳暖相处 都会喜欢她 因为你没有办法 讨厌一个体贴温柔 处处为人着想的女子 这样的心情 仿佛与认识多年的 好友相处 温和而自然 夜里 欧阳暖突然梦到 萧天叶从墙头 跳下来的模样 很神气 很无赖 满不讲理 却温柔可爱 他竟然觉得 非常的开心 而后一下子 他就惊醒了 没有萧天叶 下午的时候 赫兰图曾经无意中说起 萧天叶坠马受伤的消息 他再也睡不着了 他能看透人心 一直以此为傲 可是 他却看不清自己的心 天色还是黑沉沉的 他静静从床上起身 冰凉的空气 浸入他的脑中 他忽然觉得 整个人都清明了 死生气阔 鱼子成说 执子之手 鱼子偕老 这一直是他曾经的梦想 他渴求 平凡而完整 却深刻的感情 他曾经渴求 与苏玉楼相守白头 他爱她 爱到如此地步 但他从来不知道 在苏玉楼心中 他不过是一颗 可以利用的棋子 尤记得在苏家 他拥她入怀 轻声对她说道 相信我 我会给你一世幸福 他倾注所有感情 等一个地老天荒 此生不渝的承诺 而最终他给她的 只有葬身 江水的冰冷 和绝望 现在 萧天叶也对她 言爱 但她不知道 她又会如何带她 在她的心里 她是她想一生 相伴的人吗 还是说 她不过是 她得不到的女子 但是经过了昨夜 她比往日更深刻地 意识到了 他们之间的鸿沟 原来不管她如何真心 都抵不过彼此之间 敌对的立场 如果萧天叶再强求下去 也许 她终究能和他相守 但是 她会想要一个 众叛亲离的结局吗 她轻轻一笑 看着天际 萧天叶 你能明白吗 人是争不过命的 这时候 贺兰图的声音 从欧阳暖身后传来 天寒了 欧阳小姐回去休息吧 欧阳暖没有回头 轻声说道 你从刚才就在这里吧 贺兰图惊讶道 你早看到我了 欧阳暖望着雪花道 不 是听到的 这里这么安静 能听到落雪的声音 更何况公子的脚步声 只是公子并未痊愈 不该出来的 贺兰图笑笑 总在屋里躺着 未免太过冷清 欧阳小姐怎么还不安寝 欧阳暖看着空中 沸沸扬扬的雪花 沉默片刻 贺兰图顺着她的视线 向空中望去 慢慢倒 慧疾毙伤 情深不受 太聪明的 就会受到伤害 太执着的 就不能持续长久 欧阳小姐那么聪明 想必比我更会明白 这个道理 欧阳暖震惊地看着贺兰图 她却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下午我无意中 说到秦王世子的事 欧阳小姐脸色却变了 在那么凶险的时刻 我都没见你变过脸色 可见 她在你心里 有着特殊的地位 欧阳暖认真地 看着贺兰图 贺兰公子想要说什么 人生来就失去了 一半的心 终其一生 寻寻觅觅 为的就是找到 另一半的心 有人找对了 所以面对着秦官 照样理性 有人找了 不知对不对 犹豫徘徊 所以在秦官里面 失去了往日的潇洒 你虽然没说什么 却为感情的事烦恼了 是不是 欧阳暖看着对方 慢慢说道 贺兰公子 你说的我都知道 只是 不由自主就会想到了 贺兰图了解的笑笑 你越是在意 就越是不自在 打开心怀 才能过得适宜 欧阳暖愣了愣 旋即笑道 贺兰公子是个潇洒的人 可别人却未必做到 贺兰图的笑容更深了 你虽然是大公主的义女 但有些事情 你却未必知道 曾经有一个人 无意中见了大公主一眼 从此神魂颠倒 不能自拔 她隐姓埋名 抛弃身份 心甘情愿地去做 低森下四之人 当年大公主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她在公主府做侍卫 给她看家护院 她去了陈家 她便跟着去做侍卫统领 她说她别无所求 只盼早上晚今 能偷偷看她一眼 便已心满意足 她怕泄露了身份 平日一天之中 难得说几句话 大公主更是从来 不曾留意过她的存在 这许多年之中 两人的交谈 最多不过是主子 吩咐奴才做的事 就为了这些 微不足道的吩咐 她却在公主府 待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就 paid家护院 你可以说 算监独领